1. 摩西小玉以色列各自派的首领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 2.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 要约束自己就不可失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情 3. 女子年幼 还在附加的时候 若向耶和华许愿 要约束自己 4. 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 并约束自己的话 却向她默默不言 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 5. 但她父亲听见的日子 若不因她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不得为定 耶和华也必胜免她 因为她父亲不应成 6. 她若出了嫁 有愿再生 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貌丝话 7. 她丈夫听见的日子 却向她默默不言 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 8. 但她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不应成 就算废了她所许的愿 和她出口约束自己的貌丝话 耶和华也必胜免她 9. 寡妇或是被修的妇人 所许的愿 就是她约束自己的话 都要为定 10. 她若在丈夫家里取了愿或起了事 约束自己 11. 丈夫听见 却向她默默不言 也没有不应成 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要为定 12. 丈夫听见的日子 若把这两样全废了 妇人口中所许的愿 或是约束自己的话 就都不得为定 因她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了 耶和华也必胜免她 13. 凡她所许的愿 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 她丈夫可以坚定 也可以废去 14. 倘若她丈夫 天天向她默默不言 就算是坚定她所许的愿 和约束自己的话 因丈夫听见的日子 向她默默不言 就使这两样坚定 15. 但她丈夫听见以后 若使这两样全废了 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 16. 这是丈夫带妻子 父亲带女儿 女儿年幼还在妇家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 20. 孙带妇